三個中產黨 今天在開始一切之先 我們要介紹一下 我和周遠大師 再加上Kelvin也有少少參與 我們終於出了一本新書 就叫做《逆權之路》 這就是書版 你不如說一下 我中立一點 一本書不是我寫的 我看了內容寫了一句 以我對成建《逆權之路》這個運動 逆權運動的事件的理解 我都追得挺貼的 我覺得輿論來說是錯的 就算是支持政府或反政府 雙方的輿論都是講得亂籠 有幾個角度 由他們預測這件事的發展 是錯路飛起的 到一些 我所謂一間會講詳細一點的 那些冷氣軍事 給予的意見 又是影響不到運動 這幾有趣 但這本書講的內容 我覺得是很值得 大家去看過 然後反省 回顧那兩個月的運動的發展 如何 這兩位主要的作者 講得準不準 又有分析 讀不足道 大家買本作為看一看 我們沒有刪到那些不準 是 有文必錄 我們聽說 因為這本書現在是印版當中 但我們聽說 已經有一些書局成為禁書 審查中 亦都是一如意料 這本書被人禁 當然就不會有一些東西 我們就著就著說 而我和周遜當然 亦都是作為其中兩位冷氣軍師 對這一個運動的一個卻平息 這本書我覺得特別的地方是甚麼 第一 就是我們是最早出版 最遲最遲 但我們都講到7月27日為止 雖然這本書的表面就寫了7月21 但我們講到7月27日為止 還有就是由周遜大師寫了一個 即是基礎的背景時間線 發展等等 再加上我有一個朋友 有很多現場的經歷 但當然我也是冷氣軍師 我也是躲在冷氣房裡 聽完我朋友的情術 我朋友和你很親密 對 現場的報道之後再寫成 大家看看書局 其實不單止是書局 是連Google Pay Store 都可以買電子書版 大家可以留意 既然我們講得 我和周遜大師都是冷氣軍師 我當然今天 你當然也是 我們三個都是冷氣軍師 而當然我覺得最好笑的地方 就是你去批評冷氣軍師的人 其實都是一個根本性的矛盾 因為最大的問題就是 今時今日 你不可能不承認自己的冷氣軍師 任何一個 如果你說 我在現場沖完 扔完磚 然後我才有資格去分析這個局勢 即是那個人不是精神有問題 就是已經抓了 對 但無論如何都好 因為冷氣軍師這個自實 就是太普遍了 所以我們今天都嘗試 拿去做一個主題 先做一個簡單的定義 什麼叫冷氣軍師 冷氣軍師其實就是 在現在資訊時代 因為記者傳播的 訊息的時間間隔也好 角度也好 太完整了 有很多人就覺得 我只是看著電腦 開著幾個螢幕 已經了解整件事 就開始就著這個運動的發展去做評論 但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去評論一些 可能是跟這個現場息息息相關的事件的時候 就會開始有人跟他說 喂不是 你說的話好像跟現場有些分別 就好像有些人嘲諷這些人 我們就會將他們歸類為所謂 這個叫做冷氣房連現場都沒有去過的冷氣軍師 我說回一些真實的狀況 做新聞報道 雖然也不是很新聞從業員 但我都做了報紙十幾年 很多時候 你去到現場 是現場的一回事 很多人說 去到現場表面上好像很厲害 但現場其實不是的 因為為什麼那些人見到記者才這樣 有鏡頭面前 沒有鏡頭面前是兩回事 或者是那些人看打球 那些人說看打球 你見到那個人這樣踢球 那你就見到什麼 那你就見到一個人踢球 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如果你在現場的時候 你是一個很Holistic 就是看了整隊球 原來他們是擺這樣的陣型 而當你看踢球的時候 你見不到 就是說所有的東西 其實你到現場看 和你在外面看 看報道是完全兩回事 這個是基本原理 無論如何冷氣軍師都是不准的 我有客觀少少說 在現代的戰爭 雖然現在不是戰爭 當然指揮軍隊的 現在全部都是坐在冷氣房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戰場太大 你根本就沒有人說 我在現場 其實去到二次世界大戰 已經很難說我在現場 因為已經當那個戰場 牽涉的地區 是有幾個城市以上的 你都沒有可能是 身身去指揮任何一件事 但問題是什麼 如果你是一個將軍 你在前四有很多探子 有很多英特爾 會告訴你最新的情況 但是你在香港 有很多人就太沉溺於一件事 我什麼都在電視上看完 為什麼我沒有資格去評論這件事 所以今天我們希望做個主題 就是說 如果你做一個沒有在前線 親身經歷的冷氣軍師 即是我們這三個 跟我們說 現場發生的事 究竟會有什麼差異 究竟最終會變成怎樣 因為最大的問題 就是現在我們為什麼 會有很多人掌握冷氣軍師 就是你會發覺 很多人的評論 是跟他們 有幾樣東西 第一是什麼 就是預測 第二 你因為基於那樣的評估 是有一個錯誤 你的預測當然是錯 第二樣東西 就是他們提出的策略建議 有很多人是會笑的 因為影響力 是的 就是解一些冷氣軍師 不停在網上提出一些策略建議 而他會發覺後來沒有人聽 就是他經常都以為 因為我的策略建議 是苦口良弱 所以那些人就不會聽我說 因為我那樣東西 他們難以接受 其實我覺得不是 真正正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建議的東西 是沒有辦法在現場施行 所以那些人就不聽你說 是的 我舉個例子 大家可能會容易明白 或者我自己會容易明白 就是說我們做經濟學研究 基本上都是有兩個範疇的所謂 一個就是預測件事會怎樣發生 另一個就是給經濟政策的意見 那有沒有人聽 那是一回事 那很多時候那些人就很容易搞亂了 那通常一個人的建議 有沒有人願意去聽 有沒有人覺得你有了到的話 那第一件事就是什麼 你做一些預測準不準 你做一些預測 一直都錯過了 那基本上 他再講下去的事情 都不用太過上心 尤其是當他講很多話的時候 當你的陰謀論 如果全部都錯了 但是每一個都錯 當然可以變成燈神 但是如果你不是每一個都很準確地錯 都是一個問題 但是你錯很多錯法 有時候很多東西你錯 只不過是說 不是說 如果當你是買兩範的 升還是跌股票 又或者是只開黑白 那樣的話 那你就可以燈神 但是那是開很多東西 因為運動是很多變化的 是的 很多變化的話 那你錯不代表你的對面就是正確的 但是我都有時會批評一下前線的人 因為前線的人 往往是太過相信的經驗 自己個人經驗 就對於那個holistic 整個overview是有錯誤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那些人 那些冷氣軍師資訊 炒了車 並不代表他們是 你不代表前線是對的 沒錯 但是我覺得問題就是 第一 這些冷氣軍師 你說的資訊不夠 其一 第二 是 他們 其實 真的太蠢 我舉一個罷工的例子 他們說的罷工的例子 第一 你記不記得我們已經說過 罷工是一個武力運動 它需要一個狗刷線 如果你罷工 不讓別人 就是自己罷工 不讓別人不罷工 是很難成功的 結果就出現了 結果別人不讓別人上班 那個你們提議罷工 但其實只要你稍微有讀書 知道罷工時 你都會知道 抖刷線是必須要發生的 就是離奇的 就是他們又支持罷工 但又不讓別人阻礙人上班 就是你當是意願就很開心 沒錯 這個就是沒有知識的表現 而不是對我們一早已經預測到 罷工的基本原理就是不讓別人上班 如果不是怎麼辦 我罷你不罷 對吧 這也要呈現兩點 第一件事 當然在前線的判斷都會錯 我們現在聽到很出名 雖然我們未知真假 就是說 何適應 就是一位學者 在前線叫別人 站著不要被拘捕 我們要用這個感化他們 結果被拘捕 但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後來他就說不是 但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不是前線就代表你一定是對的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你有看周顯大師 對於這個運動的評論 你就知道 即是你如果是一個冷氣軍司 最重要就是你選一些 是可以評論而不差比較少的 可以冷氣的 冷氣平衡的問題 這個就是另外一點 這就是另外一點 這條戰線現在就是 有衝擊的人 亦都有做一些和理非非的人 但是很多 你既然是一個冷氣軍司 你就當然是 目標觀眾 就應該是和理非的人 即是大家都是坐在冷氣 包括在商場和司機場 是的 人家說過沒有問題 但很多的冷氣軍司 當他寫一些文章 或者講一些論述的時候 覺得好像跟抗爭者 去講教你做的時候 就完全是不對嘴了 我覺得就是這樣 其實作為一個冷氣軍司 你都可以支持抗爭的 但問題是你的立場是和理非非 而你又跟抗爭者說 你就錯了 譬如說我很支持你抗爭 不過身體不好 我支持你抗爭 我是在你的立場 不過問題是 我做不到 但他們根本不在抗爭自己的立場 然後就抗爭自己的立場 然後就在抗爭自己的立場 講到自己的問題 當然 還牽涉到一些道德問題 不過時間關頭可能不詳細說 我只是講兩件事 其實可能抗爭經常都會出現一個失誤 你在一個冷氣軍司 去評論現場會通常有什麼錯誤 或者有什麼脫折的地方 第一件事是 你不了解前線的人的感情和現場的氣氛 你在電視上看 你會見到一些人很生氣 或者不開心 或者怎樣都好 但你在現場就會明白 那件事和電視相差很遠 很簡單 你現在營手很危險 不如你去撤吧 那是沒有意思的 你在電視上看和現場 現場可能有很多很細微的事情發生 例如有些人就是 我決定是被人拘捕的 你們可以先走 我就是要被人拘捕去彰顯這個不公義 那你就會覺得 為何那些人不聽我說 那為什麼不聽你說 因為那個人的想法 你沒有在現場感受不到 還有就是 那些人經常都說 你在現場應該怎樣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不了解那時候他們的心情 你叫我怎樣做就怎樣做 我就是不想 基於現在我身邊的人 或者整體氣氛 我就是不想行這個策略 那這一種你不了解前線的人的心情 或者現場的氣氛 你當然那個評論就會有錯誤 你先說 我先說 我先說一些觀察運動的演變 雖然我都說我自己是爛逆軍事 那運動的演變是怎樣 由最初遊行 接著結集 接著才衝擊 如果你跟著的話 你有很大段時間很悶 在現場上 那很悶的時間是做什麼呢 大家聯結了 有個幫有個關係 培養了個感情 雖然未必認識大家 但是 你坐得久 大家都認得你 有什麼事 互相會照顧大家 互相會照應 最初是這樣的 那你沒有經歷過這件事 就體會不到 大家的照應 那個感情 就是大家想做些什麼 這個不知道 所以是奶軍師 是體會不到這件事 到後期發展的運動是怎樣 根本你想去追 更慘於追韓星 他們走得鬼死這麼快 如果是一個奶軍師 根本你是完全感受不到 他們現在的默契是怎樣 譬如你會覺得 那些人少了那麼多 那當然少 因為他真的不想多人 那我去紅帥 我有200人 就已經可以佔領了一個紅帥 我需要有2000人 你2000人 反而阻止現場做的 很多這些事情 你沒有在現場 你不會判斷得到 脫節就會越來越大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沒有在現場 你不會明白 有一些建議是不會被接受的 是實行不到的 那這個也是一個 Bias來的 因為你在冷氣房裡 你在電腦螢幕 好像我們一樣 你預期你的東西 都是別人不會聽的 那你作出的建議 就會開始來現實 反正那些人都不會聽我說 我不如建議一個更加理想的模式 然後你們都是不聽我說 那你們就錯了 他沒有想過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在現實 都不要說打仗 你叫人做事 假設你有個同事 找有個下屬 你明知道他不肯做那件事 那你有什麼方法 你又不能解僱他 那你就找些事是他肯做的 但不是的 就是你奶君小的意思就是這樣 你明知道他不做的 你都強迫他去做事 他就不做事 即是沒有意思的 其實奶君小可以建議 共產黨做些什麼 是的 這個道理差不多 我也有時候建議 我也有時候建議 共產黨做什麼 他都不聽 你建議共產黨 你建議政府反而合理 因為大家都是坐在冷氣房 你可能會比較理解 這個反而是前線不會去想的 因為你前線兵風馬亂 你不會想一些很宏觀的事 你用一個宏觀的角度去說 就是應該是冷氣軍師應該去做 現在很大的冷氣軍師的謬誤 就是你很喜歡微觀去操作一些東西 譬如示威者應該充定設 例如說這個口號會突擊共產黨 所以你前線不要說 這些就是廢話 你一個很大的謬誤就是 我不支持勇武衝擊 所以我就不會去現場 其實在現場 有很多和理非的存在 一有什麼打架 就不要打不要打 千萬不要傷害對方 不要丟東西了不要丟東西了 其實和理非一直都是現場 你絕對可以做回他們想做的事 但是如果你從一開始已經想著 我都不會去現場 所以我的建議 反正實行不了 那當然是說一些我覺得正是對的東西 你就是叫和理非去叫一國兩制 你如果覺得 這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是不合聽的 你不就組織二千個人在前線站著 大家一起叫這個什麼 安慰一國兩制 或者五點堅持 成立獨立委員會 你有二千人在前面叫 那你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因為你一開始已經覺得這件事是不會做的 這些誤差就是我們作為冷氣軍師界別的代表人 都是要自殺打死人 建制派的冷氣軍師一邊罵白衣人 為何你真是騷擾?有沒有搞錯? 你們是我們譴責暴力 建制派更多冷氣關係 你都看著白衣人有沒有搞錯? 這樣就叫打了人嗎? 這樣就再動兩招 但建制派是和平非非的 建制派是和平非非的 建制派是和平非非的 好,這次就到這裡